台独顽固分子 其背后的金主被一一挖了出来 意味着苏贞昌 刘希坤 吴钊燮三人 在台湾岛内的政治生命 基本上提前死亡了 日前国台办公布的台独顽固分子名单后 涉台系统又透过YT军政速递发布影片 内容扬称企业金主 已经和台独切割断绝往来 苏贞昌的幕后金主 有联兵塑料 东亚证券 游希坤 则宇 新大水尼董事长杨忠雄 台媒知情人士称 这些和游希坤来往密切的台商 现在已经开始拒接游希坤的电话了 游希坤听了五沙沙 但是这影片却说得煞有介事 指控远东 玉龙 何信 润泰和杨德集团 是绿营的五大金主企业 还一一点名苏游两人的背后金主 已经被挖出 苏贞昌的金主包括联兵塑胶 东亚证券 清打投资和风新钢铁 至于游希坤则有鸿海 信纳水泥和三药建设等六家企业榜上有名 合计共十二家台独金主 游希坤听不下去 同批中国做法只会适得其反 更引用老子经典 将欲夺之 必顾余之 就是说你要夺到一个 要夺到原信的话 要夺到台湾的话 你应该给台湾更多的东西这样 那他你看几十年来 他就是错误的方向 在做对自己不利的事情 他不只是反而离台湾更远 而且反而让企业出走 让这个世界过国 大家都对中国有意见 他的实质效应可以说是没有 但是对台商来说是有寒蝉效应 最近几天的这个远东集团 被这个中国重罚 这个其实也是他的策略的一部分 某种程度支持台 这个民进党的这一些企业 能够之所进退 然后警告他们 学者认为中国就是在打心理战 只是依旧不改威吓老路 恐怕对内对外都难以令人信服 好 这样子的财阀 先请教师姐姐怎么看 因为这个徐旭东 远东集团 他们旗下有这么多间公司 因为环保土地问题 一口气被罚了三亿的台币 而且现在国台办直接点名说 是绿营五大金主的企业 第一个就是远东 还有玉龙 何信 润泰 养德等等的 是不是就是想要造成一些寒蝉效应呢 我觉得这个有好多层次可以讲 第一个是说 所谓台独顽固分子 然后要断你经脉 这样子的做法 因为国台办今天有讲说 慢慢等 不要急 会有你们其他人的 不止这三个是台独顽固分子 结果下面的留言 就是快点公布 快点公布 大家都好想知道自己有没有上榜 还有人呼吁国台办说 哎呀 你就省事一点 你就开放一个 我们大家自己报名的网站 因为大家都争相要上那个名单 第二个层次是说 你去财阀远东企业的用各种名目 环保 土地等等 其实你要开阀找到的理由 随便找你都有 那你针对远东 我觉得实在是有点可笑 因为他看在台湾人眼里 啊 徐旭东是台独 然后你点名的什么玉龙 何信 润泰 Oh my God 你到底了不了解 那你这些东西 这些企业 怎么会是跟绿的比较好呢 他们捐给蓝的的钱还更多吧 那所以回过头来讲 当台湾的企业在中国被针对 被处罚 被用这样子的意识形态 恶意刁难的时候 作为台湾人 当然应该要帮他们讲话 是 我们来看看国民党的党主席 你拿了人家企业的捐献 你有没有帮人家讲话 你竟然朱立伦说 这种大陆的做法 我们不予置评 每一个企业 你们都要乖乖遵守当地法律 人家好歹有政治捐献给你们 你帮他讲一句话会怎样啊 难道你不应该捍卫一下这些 国民党金主的这些权益吗 所以你根本就是站在中国的立场 觉得人家裁罚的很有道理 你们这些企业都没有遵守当地的法律 所以罚得刚好而已 所以你把责任推给这些企业 我觉得朱立伦实在是太不厚道了 做人真的不可以这样 不能拿了钱 然后又推人家一把 这个这实在是没有道义 政坛不可以这样子走 你这样看看以后还有没有人要捐献给你 现在当党主席不是说好穷 要去筹钱 对啊 要去筹钱 每个月要付这些薪水 你这样子惹怒了一家 再惹怒另外一家 惹怒了这些会政治捐献给政党 给国民党的这些人的话 你以后去哪里筹这些钱来付薪水 所以我觉得 就是说当中国用这种恶意的方式 做政治上面的刁难的时候 你也只是会 第一让国民党显露出他们原本的本质 第二个你会让台商跑更快啊 你让台商跑更快的时候 对中国有什么样的好处 其实台商能跑的大概也都跑了 跑了不少啦 跑到东南亚或者是台商回到台湾来 你让台湾的那个台商回台的办公室 专案办公室 累积了一兆多元的这个回台的资金 就的确他们能跑的都已经先跑了啦 现在留在那边的 的确有很多的企业 是事业体实在太大 要收没有办法在短时间收的 那他们如今还在那个地方 他们也缴税 他们也为中国创造了那么多的 这个经济上面的成绩 中国不是要共同富裕吗 他们帮你创造了这么多的经济果实的时候 然后你现在说砸就砸 你只会让大家含蝉效应之外 能跑的脖子的鼻子摸一摸 赶快跑啦 好来中国这种做法 民进党是说这摆明就是政治财阀 就是要拿远东祭旗杀鸡儆猴嘛 结果瑞德哥国民党的朱立伦 一句话都不敢说 他说这个东西他不予置评 反正就叫那些企业在人家地方做行李 你就乖乖守法就对了 来瑞德哥 看到中国共产党呢 对台湾的情报做到这样的程度 我就安心了 你竟然会把远东集团跟玉龙集团列为台独 那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那听说是根据我们公布的相关的捐款名册 有没有 下去比对就对了啦 那朱立伦我是觉得可惜了 为什么呢 他一开始说不予置评 后来又说什么 希望这个台商企业呢 在中国国内外 在这个中国大陆 不管在环保劳工或各项议题 要遵守当地的法令 难道这次真的是为了环保跟劳工的问题吗 当然不是嘛 这是一个政治议题嘛 这是故意的嘛 只不过是要制造寒蝉效应 就是你们一毛钱都不能捐给民进党 其实他最主要的就是要制造这样的 等于说相关的压迫感嘛 就那种恐吓那种压力就对了 那么其实这样是没有效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 我不知道习近平为什么走回头路 我跟你讲 那个胡锦涛跟温家宝的那种温情攻势 才是有用的 你知道吗 对台湾好才是有用的 因为台湾人的听信就是 你越压迫我 我就越跟你斗到底 你知道吗 所以你越用这种方式的话 那你干脆公布 你公布全部的台商 很多台商 全部都有 大家都回来 都离开中国 都离开中国 我跟台北的你们那边有GG啦 对不对 很简单嘛 最近中国这个等于说百业萧条 物价飞涨不是吗 那么除此之外 其实那么中国最近 这个今天的时候 中国国台办的这个 朱凤林朱大姐 不是又公布说 有些人他们在公布 这个第一批的台独名单三个之外 就是游锡坤院长 苏贞昌院长 还有吴钊燮部长嘛 问他有没有第二批 说他有一定有 而且有些人急着跳出来 到时候一定会给你们 意思是给你们好看 我跟你讲 我报名 第二波罗免我的话 本人将去控告 包括国台办跟朱凤林 妨碍名誉 公然无路 你知道吗 你把我们当什么 你没把我们放在眼里 我至少已经有人民日报 环球什么要骂我了 我现在就缺国台办 还有包括新华社跟央视 麻烦骂一下 骂一下以后 晚上马上烧香跟我爸爸说 光中耀主 你知道吗 这是我们的勋章 这是我们的桂冠 我们的荣耀 你以为大家怕你说 不能进来中国跟澳门 跟香港 不进就不进 会死有地球这么大 我来日本 对不对 我来澳洲 我来美国就好嘛 所以事实上 你用这种方式要来进行恫吓是没有用 对台湾人没好 然后紧接着来你说 如果按照他的标准 我问你 中共承认两个中国吗 不承认 他也不承认一中一台 对不对 国企他承认吗 中华民国他承认吗 他都不承认 我的天啊 危险了 为什么呢 现在所有的台胞 跟包括黄安留乐园 除了国台办 除了这个所谓的台胞政治外 拿的护照哪一个 上面没写中华民国 那他们是不是 连 郭台铭先生 他自己本身的帽子上面都还有个国旗 你知道吗 所以呢 难道他们也算是台独吗 我真的觉得习近平疯了 那么事实上 你已经拿到大位了 六中全会过了以后 明年的十三大 你即将成为中国真正有史以来 最大 除了毛泽东之外 最有权力的人 对台湾的问题 事实上要软硬兼施 而不是像压皮球一样的乱压 压的结果让台湾 你过去七十年来的所有的统战化为一旦 所有的心血都没有了嘛 大家都讨厌你啊 何必呢 没有必要做这种事情嘛 所以呢 不要再用搞这种的东西 为什么台湾人讨厌跟反对啊 这样事情啊 那至于朱立人话就可惜了 为什么这件事情上你明明可以啊 有一个论述啊 为什么 因为呢 受到影响 尤其又是这个远东集团的 这个 他根本本身 许多半本本身不是台独嘛 不是台独 你要去离中 听说快要给 再来要给他花到20亿啊 你知道吗 你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迫使 逼使这些台商 那么本来还没有要离开的 全部都离开 我认识了很多台商啊 中小企业都已经慢慢都已经离开了嘛 你现在起薪你知道吗 两万块台币起跳 员工啊 劳工啊 你真的以为你的市场大吗 你的市场大你还必须要有这么高的一个收入吗 当你劳工的优势没了 当你所有的优势没了 你缺电缺油 缺一大堆东西 什么都物价高涨啊 共产党什么都要管 然后疫情随时随时这边东包西包一大堆的话 你真的以为你还是外资跟台资投资的天堂啊 当外资跟台资全部撤离的时候 你就算有14亿的人口 问题是你不再是投资的天堂了 然后呢 还有了两岸怎么会是一家亲呢 大S都跟他老公离婚了呢 好这个哦 其实中国一直想要 这个希望用武力来统一台湾等等的文攻武嚇样样来 最新呢 现在要打心理战 好吧 徐旭东扣上这个绿营金主的这个大帽子 说他是这个台独势力 可是问题是真的稍微查一下的咱呀啦 远东集团的政治现金 其实蓝绿政治人物都有给哦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继续来投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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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